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禁節台灣 我是烏家芬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甜不辣是不少人 都很喜歡吃的傳統小吃 接下來帶您看到是 新竹這一家百年老店 特別選用黑鯊魚肉 作為魚膠的原料 而且呢全程都是手工做的 每一塊甜不辣 都是Q彈鮮香 所以每到了用餐時間 總是一味難求 而這個好味道呢 背後藏著的 是傳承了五代的情感 每天一大早啊 八十八回的阿公阿嬤 全家出董都在炸出 一塊一塊的金黃好滋味 一起來看 可以看到店裡面喔 現在是做得滿滿的 那其實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這間店面它是藏身在傳統的 市場大樓裡面的二樓 而且因為沒有明顯的招牌 所以其實如果不特地找的話呢 是沒有辦法找到這家店面的 不過就為了這個百年的 只要沒到了午餐或是晚餐的時間 就會有許多的客人 都像這樣特地馴香而來 我是上趕過來 因為我朋友有過來吃過啊 然後他就介紹我呢 他們說滿好吃一定要過來試試看 當然要等喔 你看這位置在幾個 最起碼要半個小時吧 特地來排就對了 是啊...吃飯時間一定是要排隊的 你好 你們的甜不辣來了喔 好 謝謝 鮮炸甜不辣傳了百年 傳到第五代由陳日輔接班 每天忙得不可開交 味的就是這一塊塊錦黃美味 撒上少許椒鹽 就能秀出海味鮮香 我覺得因為是新鮮的魚肉 所以它的那個吃起來炸的口感 就很Q彈 而且有那個魚肉的鮮甜味 我覺得非常好吃 把甜不辣炸得恰到好處 讓人想要一盤接一盤 就是成家阿公跟阿嬤的拿手功夫 雖然兩個人都已經80多歲 但炸起甜不辣 可是比誰都厲害 油啦 溫度啦 那個都要移到嘟嘟的好 好 那你上一杯兩個鍋 這鍋比較低 油比較低 低溫喔 那邊低溫 那邊比較高溫 然後就成熟 然後再來吃 把油溫火喉掌控得精準 阿嬤說起來好像很輕鬆 但其實這基本功 是夫妻倆從20歲開始 一天天熬出來的 我很辛苦 我還在家裡 還生你的 整天我們好像一顆 摩托在那裡 碰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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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全家生計 沉重的壓力 簡直難以想像 我是鎮腳的人 嫁來就生來 最比鎮腳更痛 那實在是最高 我喔 就早上三點 就要叫我們老公來抬魚 我們老公的這個魚 如果抬好 創好 打魚球讓牠打 我就走... 走回家裡 去煮給我們的燒烤燒燒吃 工作 家庭兩頭燒 阿嬤只能把眼淚往肚裡吞 打起精神到廟口 跟人搶生意 在這個市場你憤怒 憤怒得很累... 讓人家看真的沒有這樣 不過我們人就要有一個雞皮 這樣更辛苦也拚起來 嗨 這都是我的祖國 這都是... 你好... 很久了嗎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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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廟口推銷 拔乾淨 靠著口耳相傳 越來越多人成了老主顧 許多人上門必點的 還有熱騰騰的這一位 甜不辣必點 然後魚丸湯必點 這個一定是在兩岸那個是必點 我覺得它的醬汁味道非常的多層次 剛剛入口會有一種香甜的感覺 然後吃到最後呢 那個香氣一直在我的嘴巴裡面圍繞的 甜不辣其實它的源自於 是來自於日本的關東煮 那日本人其實他們很愛吃味噌 對 那所以我用味噌做基底 其實我們研究了差不多快五年 我們這個醬才定案 滿滿一碗不只醬汁 包括魚丸 竹輪 吃得到的每一口 全都是自家手工生產 抗下百年招牌 第五代的陳玉甫遵循古法 用每天凌晨從漁港縣仔 熊漆黑鯊魚肉做原料 我們選的是黑鯊 因為黑鯊的口感跟肉質比較Q 打出來的漿也比較柔軟 所以一直都是用這種 對 我們一百年以來 我們都是一直都是用的是黑鯊 在阿公嚴格的監督下 把魚肉照紋理分切好 經過高剛的二次攪打 肉能變得更加細緻 接著打漿過程 更得隨時盯著魚肉的鮮度 因為它這個機器 它是機器嘛 所以它會發熱 那魚肉的話最怕的就是說 遇熱然後就熟了 所以它加冰塊這個就是 為了要讓它降那個主軸的 那個溫度 除了保鮮 關鍵還有魚肉跟太白粉的比例 抓得準才能流住魚箱 你看它其實90%它都是肉 它只有10%是粉而已 我們靠的就是 魚肉裡面本身的水分而已 魚肉的水分跟這個粉 它自己去結合在一起 就是這個是最古早的 打魚漿的方式 魚漿透著粉粉的肉色 品質到底能不能過關 馬上煮出來現場檢驗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打好的這個漿嗎 對…我們現在就是要試吃一口 就是看它的甜鹹度 跟它的品質口感有沒有到位 所以如果你們吃了覺得品質不好的話 那一桶薑怎麼辦 那一桶薑我們就會倒掉 整桶就20公斤而已 對 整桶倒掉 陳日福骨子裡留著的 是傳了五代的堅持 但這樣的他 其實過去從未想過 有一天會戴上手套 拿起鍋鏟 接下家裡的生意 我記得我國小的時候 我就要進冷凍庫 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但是有一點我是萬萬沒有想到是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要回來家裡面做 看著長輩的辛苦 加上自己忙碌的童年 陳日福曾經排斥接班 但從小拉拔他長大的阿嬤 卻讓他回心轉意 阿嬤一點點 一滴滴 每天的叮吟跟關心 打破陳日福的防備 讓他在18歲這年 提前放下年輕人的玩心 開始追著長輩的腳步 埋頭做 365天 我360天都在上班 其實中間有好幾次想要逃跑 坐久了下去 我竟然跟這間店竟然有了感情 有的時候我自己在刷鍋子 我竟然會哭 越做越有感情 為了好好擔起這塊招牌 陳日福什麼都學 什麼都做 包餡魚丸的內餡 用溫體豬後腿肉 加入鼻奇 香菇 醃上一整天 瘦肉占了八成 煮起來不肥膩更有咬勁 簡單的醬油跟砂糖調味 讓魚漿外皮跟內餡完美結合 所以我們在醃漬這個味道的時候 我們也不可以醃得說 味道太濃 因為你魚漿有魚漿本身的味道 豬肉醃漬也有豬肉的味道 你只要有一個比較強烈的話 它就會搶走一個味道 那你就失去了兩個 合在一起的感覺了 一顆顆圓滾滾的魚丸 用手工揉捏增加彈性 丟進熬煮六小時的大骨湯裡烹煮 彈牙爆漿的滋味 讓不少韜客一吃就上癮 很Q彈啊 肉汁很多 又非常的飽滿 所以在吃的時候真的要很小心 不然真的會燙傷 好好喝 好好 這個這個餡味很好 你覺得裡面的肉餡呢 很鮮 很鮮 對 對 非常好 客人讚不絕口的好評 就是陳育甫最大的動力 說一碗 不用了啦 在店裡忙前忙後的他 最強悍的後盾就是阿公阿嬤 最慣勢了 想說怕孫子沒用 我們搗一下搗一下 欠我們就來休息了 阿公阿嬤真的很辛苦 我自己都覺得說 好像我自己做的都沒有他多 我真的很想跟他說 謝謝您 就是你們這麼多年的照顧 只要阿公阿嬤在我 我就一定坐得下去 不管多辛苦 對 不管多辛苦 不管有多少的壓力 或者是家族的承擔 或者是挫折 我都願意去承受 因為我打工阿嬤 就只有一個而已 藏在心裡說不出的感謝 其實從小拉拔他長大的阿嬤 默默地看著一直都懂 不好意思啊 傳承古代的甜不辣 不只包著鮮香的海味 跟包住家人間深厚的情感 走過百年持續飄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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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走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